梯摩泰迁书 梯摩泰迁书和我们今天吃的薯片一样 都是一个小鲜肉 梯摩泰 梯摩泰迁书寫给他 我们找到梯摩泰迁书寫给他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事 是士奴保罗 士奴保罗猜派了 这只小鲜肉 进入老市府的教会 All seafood 和小鲜肉 一个已经是咸鱼化的东西 和一个血气方刚 的跑进去里面 方刚和刚刚进去里面 给他们一些很多的 小心 提醒和鼓励他们的 我看什么错误 哈哈哈哈 所以他里面有一句我们最熟的 就是不可见人时侯靠你年轻 但是所谓的年轻 这个年轻的小鲜肉 都已经是四张几 四张几的鲜肉 真厉害 所以我上次讲完三章 就讲 看到当时的教会 那些人是 开始有很多椰林树影的 视察 而是比今时今日的情况 更加的离谱 第一他们那边没有使徒的人去 管理他们 那些所谓的神后foundation 都没什么的 在没有这些真理的foundation 完全依靠上帝的spirit 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了很多 回了很久 或者背份很高的 海鲜人物出来 这些师傅 很多年在里面的时候 就会开始有很多影响的时候 而且他有很多的学说 理论 都是讲背份 讲言论 讲这些那些的时候 那 那 最后一件事 就是当时的人 如果是这样搞的时候 通常就只有两三个 地位 他家里的财富 有钱人 好钱人 有钱的阔带 第三个就是 他们的祖先 究竟你是属于哪个祖先 接着就产生了 一件事 就是男人 在这些以鱼我炸的 海鲜世界里面 那些男人是不太出声的 同样地 当时那些女人 很多阔带 有权力的太太 就很多时候讲话 加上他们讲话的时候 就搞到整个人的 那些 Christianity 或者是 福音的teaching 上面 就已经讲到很奇怪 当然啦 这个是士徒保罗的世界 耶稣也提醒了我们 一件事 其实很简单 你要看任何道理 任何一句说话 任何一个讲话 你就要看一件事 究竟是 self dignify 还是Christ dignify 究竟他们所 告诉大家 听完之后 觉得耶稣真是好 上帝真是净秋 这个人真是净秋 上帝用到他的净秋 不管是上帝用到他 耶稣用到他 什么用到他 他很净秋的时候 他是做一个self dignify 这个是第一个 你能看到 这些不是 上帝的Holy Spirit 因为上帝的Holy Spirit 会令到Christ 自己的哥略法 所以你能看到 这个Evil Spirit 本身是令到他 好哥略法 第二个 Spirit 要看的呢 就是撒旦 因为很简单 我们说 凡是在讲道的时候 或者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每一个人在台上一讲 不关台上的那件事 而是下面的观众的问题 下面的观众 一对这个人 有一个 expectation 的时候 灵界那里 就一定有一只灵 会黏着他说话 要么就是上帝的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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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奇怪怪的灵 要么呢 这个没有灵的人 所说话 是完全没有感染力的 那他就完全没有 Spirit 在讲话 他讲话 可能一些学说 很 dry的 就是说你押SIR 如果你学过 POPIT的时候 或者Physics Chemistry 你觉得押SIR很闷 对不对 我们不要用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们在英文里面说 这个人教书是没有 Spirit 对不对 对不对 反过来 这个人教书是很有 Spirit 的时候 你知道他所说话 是有感染力 对不对 在同一个福音的结架里面 一样而已 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他没有 Spirit 在的时候 其实他是感染不到人 一感染到人的时候 很麻烦 有两种 一是属上帝的 Spirit 一是不属上帝的 Spirit 一是不属上帝的 Spirit 属上帝的 Spirit 永远是 point to Christ Jesus 永远是 point to 上帝自己 但是不属上帝的 Spirit 就有两个 variation 第一 就是把自己放大 你听完之后 无论他怎么说 例如例如算 看完之后 你感觉这个人很厉害 是的 行了 撒旦就是利用这个人的soul task 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 这个人是怎样的 不行 另外一种 撒旦 Spirit 是令这个人很自卑 如果一个人上台说话 很有感染力的时候 很自卑的话 好了 他会令到另外一个人 或者群眾的感染 这个是另外一个手段 就是说,你看看你们多厉害,你看看你们多厉害,一路都跟你们打高舞 你听完之后觉得你们自己的感觉良好 对不对?你们自己很配得,很什么,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 其实他是做了一种,将自己压低而去,将你们那种东西 其实就是当你们是老闆而已,不是,我是员工而已,我书书书就会给钱我 这些很简单的方法 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会将另外一个人去抵抗 就是不将我自己去提高,但将你们或者某一个人去提高 比如说,如果有个人说过,说Pastor Prince 这个,Pastor Prince 这个 就是,其实这个 Spirit 就会令到Pastor Prince 的人很提高 这种始终不是Christ Jesus,不是上了 Spirit 去给个 gospel,让Christ自己去地面 我又不会说,哇,这个是从撒旦,的确是真的 不过不用太介意,因为周街的人,每一个人 会影响人的时候,都是用一个 Spirit 的 撒旦的 Spirit 是 everywhere 是一种很 common 所以不用太害怕,几个角落出来的很恐怖的例鬼 他不是那些例鬼 他甚至可能是我们十进制之父 所以在这种社会里面,他就猜派这个小鲜肉 没有身份,没有地位 有的只有上带自己给他的能力 他就叫人家,不可以叫人家小看他 你要一切的东西呢,都是作什么图的榜样 其实我经常都背错的 有时候背黑,50%是背错的 不可叫人家小看你终于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作信徒的榜样 但有时候我读到圣徒的榜样 Key Point 到那一刻 究竟你是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作信徒的榜样 还是作圣徒的榜样 我初时觉得没什么所谓 信徒都是圣徒而已 圣徒都是信徒而已 因为你是恩信清洁的,没问题 圣徒就是信徒,信徒就是圣徒 但是这句话,如果说出来 你作信徒榜样和圣徒榜样的时候 你的爱心信心 而语行为爱心中的清洁呢 都其实是不同的样子 如果你是说圣徒的榜样的时候 你会被人误解就是那些 哇,白色亮光那些 差不多可以坐下又可以飞升那种 你的爱心也是那种 信心也是那种 行为一切的都是毫无瑕疵的 但是如果你说信徒的话 你说信的话 就完全有不同的警告 保罗警告或者提升提摩太 你在里面,你对着那些老师傅 都是要作信徒的榜样 就是说,你的信是没有东西可以动用的 无论对方是多有钱,多有权势 你信那样东西,你都是要这样做 如果你是恩信而清洁的那种 你的信是坚决的话 你是不会太介意自己作出来的样式和法序 你就会做回一个真真正正实实在在 和成成狠狠的自己 别人看着你觉得有落差的时候 你正正可以告诉你 这个就是上帝 恐惧我的影子 这个是我也相信的 所以因此我的行为就是这样 不需要去包装 当然,如果你真的改善了 你就能够能够去改善 所以,因此你不会很光环式的 一个宗教人士走出来 你是否能够像这样去做一个小鲜肉 你是不需要穿那件S衣服做超人 我不知道超人 为什么又要换衣服做超人 到现在他都没有交代 但Batman你不能怪他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戴这个Mask 他的identity 要隐藏的 为什么要穿这些全部衣服 有材料到的 到最后,为什么要穿这些衣服 因为他是普通人 所以,为什么我想吃Batman 为什么我吃这个小鲜肉 你又不Mask 全世界大副眼镜就不认得你 当年是白痴 但他们真的做了一个小鲜 差一点也不认得的 但你想清楚 他的样子本身是没有做任何makeup 的 都是帥哥一个 你这样走出街,谁不认得你呢? 除了有个dudun 那次你们没有看过 社会实验吗? 在U那里给他们四幅照片 就是有没有戴眼镜 他们连盖都不能拍到 戴大的眼镜也不能拍到 以为是Batman Batman就以为是Batman OK, bye 结果就是原来超人 只是戴一幅眼镜 真的会有人拍到 哇,这样也可以 我觉得超人就差点了 这个鲜浴的样子 就是太过离谱了 第二 他的身材 他的高度 哎,属于 他脏子都没死人 我看的时候 我都心想 哇,这些东西啊 Batman 他不是化妆了 胡桑胡桑 化妆了 是Batman 是Batman 戴上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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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挺跟你说的 第一 第二,你不只是戴眼镜 你是戴著帽子帽子帽子啊 戴著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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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眼镜非常相差 相差很类的 你只是 褬眼 sweeping 平时帽子帽子呢 都能 Ee ,我的眼镜 Θ 超人大眼鏡的樣子 真的沒什麼分別 在電影裡面你是不覺得有特色的 就是打馬賽克衣服的字 哈哈哈哈哈哈 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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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他沒有戴面罩 為什麼穿S衣服 你不穿S衣服 你不穿S衣服 還要找Dewinding去換衣服 他那種斗篷跟他飛是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他本身是超人 他本身也不需要斗篷才飛 要不需要Incredible Family 他解釋了 沒有斗篷 斗什麼篷 不要去斗篷 你有沒有斗篷你都會飛 只不過你有斗篷的時候 飛的時候 就要一下 就是要那個 為什麼要換一件紅色 藍色 紅色底褲穿外面的衣服 現在穿紅色底褲 然後覺得自己頂著 沒有啦 藍色底褲就覺得很奇怪 沒有穿 沒有穿內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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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要換完整套他 美國人的代表 為什麼要換到這樣 很麻煩 才做回你的超人 你本身就是超人 Iron Man 轉換多酷 炸掉那些東西 然後走出來 你沒有了 我幹什麼 我才是Iron Man Iron Man 不是我 Iron Man不是那些衣服 Iron Man是那個人的腦 他很簡單 他就說 不是那些衣服是Iron Man 我才是Iron Man 有沒有衣服 我也是Iron Man 是啊 所以 你自己的性格已經是那個 是啊 無論如何說到哪裡 所以 所以提摩太入去裡面的時候 他沒有穿小的衣服 是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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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忘記了 當時的社會 為什麼 搞到這樣 還有叫他 要 說回一些 執事的規矩 說回一些 女人不准廣道 對不對 男人 要開聲廣道 其實就是叫那些男人 不要那麼出聲 OK 還有當時的女人 這樣出聲 的確有問題 他們其實是不是吃得太多 吻蠢 還有叫大家 是啊 有時候都是的 吃得太多 吻蠢 你看一下 那些 那些 的女士 這樣發聲的時候 男人都是不夠膽 就是 只會搞到更加 加醉肺 但是 他叫他 很努力 但是 是叫一個年青人 很努力 OK 所以呢 提摩太 1、2、3章裡面 他都很 語重心長 去提醒他 你們 什麼都要靜點 但是呢 就叫 提摩太 自己 以自己年青人的身份 去 去 改變他們 去轟他們 所以其實 他說 你不需要理會他們 依靠 你不需要理會 你的年紀是多少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別人的年紀多大 什麼長輩 背份 那些都不可以 上大戲 所以 其實他鼓勵提摩太 的時候 那個手法 和今次今日 我們自己去看看 我們會不會跟從 那些 咸語化的 基督教的思維 繼續 把我們生命留在那裡 這都是我們自己的選擇 中文 我選擇中文 新譯 當代譯本修正版 新譯中文標準 新標點和合本神版 OK 完成 好 你本東西在哪裡 你本東西呢 沒有啊 沒有啊 你拿我的電話 沒有啊 我看了 看了一條四章 神版 大家看英文的人 我講到哪個 題目裡面 有些英文字 比較特別一點 的字出來 上次說了一次生嗎 是啊 剛才就是 summary 一次生 嗯 一次生其實很清楚 是錄下了 沒空剪 嗯 你又說給我看 我都說我錄下了 都說還沒剪 你一個L 有些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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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名說 第四章 在聖靈名說 聖靈名說 聖靈名說 有沒有人看英文 什麼叫名說 你本 在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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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也在元朗 在元朗 搞什麼呢 先摸一下 弄了你 手臂 第四章 第四章 Sorry The spirit clearly says that in later time, some will abandon the faith and follow deceiving spirits and things taught by demons 因此,我們不可以只說一句話,說別人是異端之類的 他說聖靈明說,聖靈講得很清楚,說得很清楚 在後來的時候,有人離棄真道,我們知道真道翻譯一向有問題,每次見到真道,我自己查一下 Faith,有人離棄Faith,在後期日子裡面,人必定會離棄Faith 順從那些引誘人的靈,和魔鬼的道理 兩個,引誘人的spirit,和魔鬼的道理,就是撒旦的道理 魔鬼的道理是什麼?是不是那些兩隻牙吸血鬼飛出來的魔鬼?當然不是 Satang本身只是好像一個失寵的女人一樣 一個怨婦一樣,你不要想過那些叫魔鬼的道理 這隻魔鬼從創世到現在還是只不過是一個失寵的女人 失去上帝的寵愛,而不斷在仇恨裡面掙扎 和尼利斯兩個一起撒來撒去 然後看到上帝影子的人類才對他不要客氣 但是你有什麼時候看到魔鬼在直接殺人呢? 很難的,因為他們能夠做的事情又行 這些是怨婦式的魔鬼道理 但是他並沒有停下來,他說 這是因為 這是因為雪芳之人的假冒 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 怎麼會這樣呢? 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鐵落慣了一般 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鐵落慣了 很簡單 所以有時候我會說中文沒有翻譯錯 你不要說他錯了 他本身是說hypocritic的 lies 什麼雪芳之人的假冒 就是表裡不一的人說出來的謊 他心裡想善,他行不到善 他覺得這個宗教已經是這樣的時候 很hypocritic的女表不一擺樣子的時候 所產生出來的謊 所以他講得很清楚 這些魔鬼的道理和邪靈的引誘 只不過是那些女表不一的hypocrips 說出來的 lies 而後面有解釋說 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鐵落慣了一般 其實他講什麼呢? 一定沒有翻譯錯 你聽著 whose consciousness have been sealed as with hot iron 你不要說中文錯 中文是不對的 但是英文說的是完全是一個比喻手法 中文看成這樣 他就說好像一個被人綁住的一個囚犯 不斷被鐵落 這個囚犯就是你的良心 你的良心就好像被綁住一樣 不斷被鐵落這樣 正在行好營的 concept 就是那些所謂的女表不一的人 這些hypocripsic lies 外表為什麼要這麼善良 他內心的良心 經常被鐵落慣了 這樣的思維 其實他覺得自己一兩樣都行不好 但是很想別人走得很好 所以說出很多的謊言 希望人因為他的謊言 可以做到某些境界的level 這種就是引誘人的 spirit 為什麼? 因為他正是這樣的時候 就令到我們每一個人不能夠相信 上帝接受我們 as who we are 就令到我們必須要改變 但其實他們都改變不了的 所以他心裡良心 經常受這種責備 習慣了之後 他們習慣了自己 宗教式的hypocripsic 你會發現 哇這件事會不會好像很奇怪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父母就是最好的例子 父母在這個世界裡 大部分的父母 我不是說全部 大部分 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經常覺得自己 achieve不到 就要子女去 achieve得到 知道嗎 父母經常叫子女去學彈琴 學跳舞 學這個 學那個 接著他就 in the name of 為他好 當時很簡單 你問一問他 那你自己又不去學 又不見你自己又會彈琴 又會跳舞 又會唱歌 又會什麼 又推我去 叫我為我好 你自己不為自己好 他們會說以前都沒有錢 就是了 這不是良心的鐵落 的士去做出這些虛假的說話 自己sell brainwash 覺得自己是為對方好 老實說 今時今日 你去讀書 讀大學 你是不是需要 又唱歌 又跳舞八級 又什麼 唱歌跳舞 彈琴八級 是不是需要考這些東西 如果去名校是 其實我覺得不是 你去名校成績好 不是的 計分的 現在名校是要的 OK 兩三樣OK 不是 其實應該這麼說 是 現在學校都很想 已經不計 了 不懂就失敗了 因為很多學校 可能有很多 這樣的 當地面接班 之後會選人出來比賽 希望 就是 得到獎 所以 其實他們就 在不同的層面上面 可能有些音樂很精 有些體育很精 為什麼那些 垃圾 那些油水要好呢 他們常常說 拿牌 幫學校加分 學校也是要這樣加分 父母也是想這樣加分 子女就照上去 但這關注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 只讀書 讀得好的 其實你就去一間 沒有這麼好的學校裡面 你一直都可以全部在DSE裡面 全部都在DSE裡面 全部都在清醒 或者可能你真的要有 一兩個個活動 但是 不用去到那麼虛假 那麼虛浮的位置 都最後 不是為自己好 其實是 將整個社會資源裡面 大部分的 金錢和時間 花在一些根本完全不 productive 的 而end的位置 是一些很大的落差 我始終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我們裡面所產生的 hypocracy 究竟是不是 是一種迷信 所以 都是 這些全部都是這些魔鬼的道理 這些 引誘人的靈 的道理 我始終說 這個 引誘人的邪靈 那個邪字 是邪體的 原文裡面 他沒有說這個是邪靈 他只是說這個是引誘人的靈 他只是說DSEEVING SPIRIT 但是 只不過我們中文翻譯的時候 不是正就是邪的 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 引誘人的邪靈 不是黑就白 所以他 斜體斜在這裡 沒有Evil這個字 SEDUCING SEDUCING就是有 有的 SEDUCE SEDUCE 引誘他 SEDUCE SEDUCE 第一次因為說謊之人 假冒良心而被鐵落 所以因此 你們三次都說 再ELABORATE 他們的源頭 就是 之前的源頭 用邪靈和無謂道理 接著他的心境 就是說謊之人 假冒良心而被鐵落 習慣了 就是習慣了這種 裡邊唯一那種虛偽的模式 接著他們 產生出來的 就會是一些所謂的 禁止嫁取 又禁戒食物 是不是 為什麼會禁止嫁取 他只是想ELABORATE一些東西 其實應該說他們會額外加一些規矩 規矩 規矩就會越來越多 但是規矩永遠都是這樣 都是叫你向內切 對不對 有沙蟲就斬腳趾 那些東西 向內切 規矩就是每天要試三樣東西 每天要去 不是 你每天去將自己的境界增加 要減少 不是 減沙蟲 被腳趾 被腳趾 斬沙蟲 哈哈哈哈 這樣也可以 斬沙蟲 被腳趾就沒事了 斬腳趾被沙蟲就很危險了 OK 好的 所以他們的概念 就是這些人所產生出來 為什麼只是禁止嫁取禁戒食物 我也覺得 為什麼叫禁止嫁取呢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OK 因為 如果叫你多娶一個 可能很難 哈哈 為什麼叫你少娶一個 是在你能力裡面做得到的 就是告訴你 他提出的東西 永遠都是叫你去 是 是 就是 你是向內斬去的時候 你是做得到的 人是做得到的 但是你要去多賺一桶金回來 是你未必做得到的 而這些人為什麼 是 是不是叫你獨心事奉 是啊 玩東西 其實獨心事奉 或者不要吃肉 吃菜都要吃什麼什麼 苦恆真在 在 在 苦恆真在 在 那邊的地方 西藏那邊 OK 玩到某個位置 一天吃一粒芝麻 他就說 連東西都不可以說 因為菌都不可以怎麼殺 OK 玩到最後 誰玩過 梁京城玩過 然後他自己吃 香港仔熬了幾多天 我熬了一個禮拜 那時候 那時候 天線的 吃一粒芝麻 就是盡量 食物都要生命 不可以殺 去到那些盡量 苦恨真 但是他去完之後 就覺得很浪漫 我連車人 分享過很多 好奇怪 他永遠可以向內斬 這種思維 其實這種思維就是 從他那種類別不一 那種自卑感 因為要你賺多一桶金 你會覺得 可能沒有難 但是你叫自己 用少兩元 其實是可以的 OK 為什麼有些 有些 姐姐 Auntie 她們年紀大了 之後 在家裡 不停要在家裡 省家 省家 不對 但是很多時候 他會掃慶整家人 為了省家 這兩個字 OK 或者我們都會有些 有些習慣性的 靈體 可能從上一代 那裡 就說 這些東西要欺負 但是他什麼時候 要說這些東西要欺負呢 通常都是大家 很慶高賽的日子裡面 突然之間說要欺負 如果你 預期到這些人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的性格 本身就是 這一隻 這一隻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真的為欺負 他是為了在眾人面前 能夠拿到一個影響力 和注意力 in the name of 一個叫做 幫大家省錢 的理由 去迫使你們 每一個人的level 和他的level 都是一樣 這種是一種 偽善的domination 他的心態 不是真的為了省 或者 也有些是為了省 對不對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的目的就是 想掃利興 in the name of good 令到你沒有辦法 去review他 你又要乖乖跟著他 看到嗎 咦 他本身是一種偽善的邪惡 咦 是這樣的了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都要看著 你這些spirit 本身是一些 不好的spirit 向內切的 省得兩元 你不要去賺一桶金 努力點 這些都是我們的 五翼仔說出來的說話 那些就是叫做 現熟的母親人 那些 但是 的確真的有很多媽媽 是的 因為其實 有個朋友的媽媽也是 可能那些朋友 跟他姐姐 想著 兩姐妹 看爸爸媽媽走 阿寶上去 媽媽就說 為什麼 真的錢 然後就 整個人反了 對 你跟他反了 還沒死過 其實他只是 拿他的時間出來 他不需要 拿錢 是的 他也不是說他的錢 他說幫你探錢 他們有一次是真的 有去到的 但是他媽媽是 整個程 在黑面 拍照又不拍 那些 搞到很掃興 然後搞到 他姐姐 不是他姐姐 然後他姐姐 然後他姐姐 說 他媽媽 就不想穿 飯媽 他媽媽 所以他們自己 為了少少錢 而破壞了很多的關係 還說 反過來 你這樣搞法 賺錢賺來做媽媽 是完全沒意思的 其實我們聽到 他真的很可怕 是啊 黑面是因為覺得你硬用了那些事實 他一來本身,他又不太想去 然後好像出發之前有點不舒服 之後就整程 趁機的 全世界要entertain他一個黑面 但搞到大家一家五口 他們那次是跟團的 很尷尬 你有其他團友 他們一家那四個就很尷尬 然後又說人家不開心 我朋友都說以後都不會跟媽媽一樣 搞到關係就會失去 所以其實你想清楚到最後 是不是媽媽自己想 其實不是的 他們也是這樣做 因為他們存在的價值就是要破壞關係 但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本身覺得自己是自卑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能力的 他唯一能夠表現能力 在家裡面表現得對家 有貢獻 有能力 就是幫大家節省 向內切 他切切黑 習慣了的時候就進入了這個迷信的道理 為什麼說這個是spirit 為什麼這個是魔鬼的道理 為什麼這個是靈的誘惑 進入了這種迷信的狀態裡面的時候 他就好像 為什麼說他良心如同被 被熱落了 概念就是他已經麻木了 在這個位置裡面 我覺得這樣就是有自己存在的 所以他就proposal 這些根本就是宗教spirit 當時的人就是這樣 搞到又不嫁取 又不什麼又不什麼 其實是只不過加添一些的規矩 去讓人覺得更加盛念 這些都是迷信的東西 所以因此 也禁戒食物 就是神所做的 叫那信而明白 真理的人 感謝著領受的 托巴洛克剛才那些活著的規矩 這個說話是不是很漂亮很正 他說 你們節省來節省去 不要做不好做的事情 是不是上帝一直 都是上帝為你們的家 為你們一切去安排 讓你們好好去享受 感謝去領受的東西呢 不單是宗教的concept 你apply得到 而是反過來在我們生命的規矩裡面 沒有apply得到 難道我們所賺出來的金錢 我們還有一些好的 溫馨的時光 不是上帝所賜給我們 應該很開心 感謝去領受的 完全exactly 記住得對 第四節說 凡神所做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謝著領受 就沒有一樣可氣的 宗教層面我們都知道 在生活層面裡面同樣地 如果我們知道 是不是這樣去享受 就要棄絕它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感謝領受 上帝所賜給我們一切都沒有 沒有一樣需要去浪費的 因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都成為聖結 只要你有感謝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在我們的情況裡面 就是說 只要我們 感謝去接受的話 這些一切所值得的價值 給那些錢來得不得重要 第六節 你要將這件事提醒弟兄們 所以因此他叫 提摩泰利這塊小鮮肉去提醒一群海鮮類 提醒弟兄們 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你執事 叫他們想 你提醒他們這些做人的真道 再 真道的話語就是什麼 Works of faith 在faith的說話裡面 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 善道是什麼 good teaching 得了教育 提摩泰利是受過保 他是受過保羅自己親自的教導 你是speak by the faith 而不是by the situation 你那個人只是弟兄 是嗎 你這個人只是弟兄 這個人只是弟兄 這個人只是弟兄 什麼 to believers to believers both men and women both men and women both men and women 好 第七節 只要棄絕那些世俗的言語 和老虎荒謬的話 OK 冷靜一點是 all wives tales all wives tales all wives tales 一樣 all wives tales all wives tales 其實是老虎人那些口水 即不停講那些 講那些一段一段的道理 那些言語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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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那些說法 逐 逐 逐 傳統說法 保留的題目是什麼 你是小鮮魚 又回到老海鮮裡面 不要相信他們那些說法 特別是西族的言語 人云云云云 和老虎荒謬的話 但是西族言語 是godless my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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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 西族言語不夠正 就是和上帝沒有關的 沒有上帝的 picture裡面的 myth 神話傳適 他們的saying 那些好有自由 懶有自由 那些saying 披著他們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什麼鬼是敬虔上 操練自己 出去跑十個月 godly godly running train yourself to be godly 是godly 總之是從上帝的東西裡面 不斷地去鍛煉自己 操練身體是益處還是 唯獨敬虔還是 都有益處 因為有今生何來世的應許 我們經常都會看漏哪個字 來世 我們絕對不會看漏哪個字 哈哈哈哈 我們看看今生的應許 不是說 鍛煉身體益處還是 唯獨敬虔 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來世的應許 不是 今生與來世都有上帝的應許 是through the mark through你的敬虔 敬虔的中文是什麼 godliness 可以說 這個操練身體是怎樣的 操練 physical training is of some value 是of some value 你的身體的操練 其實是有益處就行 but godliness has value for all things 所以 這個題目就來了 什麼叫做 有沒有training physical training godliness那個呢 沒有的 but godliness has has value for all things value for all things 他就說 其實 英文都translate不到 什麼叫做 操練身體 versus 操練godliness 但是我們沒有操練這個字 什麼叫godliness 凡事都有 用physical training 來翻轉 就是說 什麼叫做 trained godliness 所以 trained godliness 其實呢 是沒有辦法 train的 只不過是一種 focus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 我要train我的身體 我是要去跑步 跑十個圈 舉牙齦 那些叫train 心體的成果 因為不是你所做的任何事情可以做 是你的fave 但是你的fave又不到 你自己增加減少 所以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 我們的focus 我們focus insist 堅持 ok fine 可以 但是我覺得是一種focusing 你集中在上帝教導你的東西 也是一種insisting的東西 就是你每一次一聽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都focus回這種 是不是從上帝而來 是不是上帝的 和上帝有沒有關係 和gospel 對不對 即是這種focus 不斷的focus 或者不斷的insisting 就是這種 凡事都有益處 什麼叫做凡事都有益處呢 有些人都覺得這些很虚伏 那我看看怎麼實際化 實際化這些東西 假設 李嘉誠 算了 假設李嘉誠 給你一個project去做 對不對 那你project一直在做的時候 我只不過在那裏做CEO in charge 你發覺全部的兄弟做得很好的時候 其實你沒什麼好做 然後打橫有很多生意來找你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會 你會 因為那些生意是on top 李先生給你那些糧 你就會 或者會entertain一下那些東西 我買一下紅酒 會不會隔一下補習呢 我和李先生沒有什麼關係 你會一路 你會有很多東西 但是你如果說我什麼叫做 insisting accordingly 就好像說 每一件東西來的時候 我都會想一下 這件事 會不會讓我main project 有些好處呢 會不會focus在這兩項 還是會讓我很off track 就是這種的focus 是從上帝而來的那種sale 或者insist你自己在做自己的job 那種focusing 就是在這裏說 凡事都有益存 因為你under他的plan 你做哪一飯 只要他一開水喉的話 你那飯其實都會變 你都會想一下 這個是不是李先生 這個是不是李先生 以補習社 李先生可不可以補習社 你會這樣想 只要上帝 你所insist的上帝 在你想那樣東西的時候 是他主導的時候 他snap了一項 始終會讓你自己去努力去做 來得更加有好處 所以說凡事都有好處 包括你舉的啞鈴 你都會說 in Jesus name 舉的時候 可能你的老鼠子出來的時候 都會靈寫英俊 如果你用來吸引異性的話 就會靈寫吸引異性 哈哈哈哈 whatever 所以今生和來世都有認去 上帝在凡事都可以bless你 只要你focus 在上帝里面 這話是可信 是十分可敬佩的 死了 下帝人的英文 This is a trust worthy saying that deserves full acceptance 總之 接受吧 有傻 有傻 好有傻 好接受他 但是 我們勞苦努力 正是為此 因為我們的指望 所以我們永生的神 他善萬人的救主 今時信徒的救主 He saved you in all areas 除了說savious save you in all areas 以為之外 he can bless you in all areas 所以focus回到上帝里面 始終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十一節 你要均富人 要教導人 做完你是年輕 你都要將這個很pure的gospel 努力去教導那些老人家 呵呵呵呵 即是簡直是 不如上帝里面 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導人 第十二節 不可叫人少害你年輕 所以你看前文後 你落到這個位的時候 這一句 提摩太前書四章十二節 就完全的感覺是不同 不可叫人少害你年輕 因為十一節說 這些事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導人 不可叫人少害你年輕 你就發覺是完全不可 不是做回自己的事 是僭越你自己的身份 去跟那些老闆說 你應該要說的事 不可叫人少害你年輕 追在言語 你的教導 行為 愛心 信心 清潔上 都作你信徒的榜樣 不是聖徒的榜樣 是你所說的一切的 insist的每一件事 你要做回那個榜樣 即是叫你去到盡 我都要跟老屁股前面做回一個 你本應如此的信徒的榜樣 任何一個年之大的基督徒 不像樣的話 你反過來 你不需要說你沒有這個資格 你說你是這樣的榜樣 你看不起你 你說你只不過是平信徒 你說是 我一個平信徒都做得到的時候 你身為牧師都做不到 對不對 你是應該這樣去review 他說 你要做一個我信的 我信耶穌基督 我不是信你這個牧師的 所以信徒的榜樣就是這樣 所以因此第十三節裏面 我都繼續說 你們要以酸道 勸勉 交道為煉 直等到我來 哪個 提摩泰 他跟這個小鮮肉講 你要以酸道 勸勉 交道為煉 等到保來為道 會跟你保 Anyway 你先給我頂住 先給我開他們開住 英文是什麼 Devoke yourself to the 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to preaching and to teaching 真的嗎 三樣東西 public 什麼 public reading of scripture 就是用經文來 讀 在open public 那裡去declare出來 OK 跟著怎樣 要preaching 要preach declare preach 以及teach他們 不要介意你是多年輕都好 如果那些牧者都講不到你說的水準的時候 他們更加應該收費 你更加要警告他們 OK 不應該去用藥 包容他們 在福音上面混混去影響眾 OK 直等到保羅來 當時是這樣的 提摩泰就可以了 提摩泰 保羅猜過去 你跟我先去三個月 我可能要遲一點點 你先給我頂住 你先給我開著火 我就會來 在後面back it up 我們今時今日呢 耶穌回來 直等到耶穌回來 上帝會派someone 去back you up someday 所以 你是要go ahead 當時他就是這樣跟提摩泰說 你去動我開著 你要說的 不是靠你自己 是靠我scriture去幫你的 你千萬不要輕忽 所得的恩 你不要neglect 所得到的 gift 上帝給你的恩典 你千萬不要neglect 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些 就是因為 你所得到的恩典 或者是那些gift 你自己可能覺得 很casual 很普通的東西 你不要小看那些 很普通 很hanking的東西 因為你不用很普通 很hanking的東西 去下手 要上帝出手 就不太好 就是 從前 直著預言 先知的prophecy 是上帝在遠古的時候 已經prophecyed給你的 原來這個gift 本身是他們 按手 刺過下來 給了你 是你的 更值著 預言 先知的prophecy 是上帝在遠古的時候 已經prophecyed給你的 以及 眾長老都按手 declare了 刺給你的 這就是提摩泰領受的blessing 這些是 你要恩勤去做 並在此專心 使眾人看出你的獎勁來 中文當然是這樣 但我們先冷靜一下 前面那個 先知的prophecy 有沒有臨過我們身上 還有 第二 有沒有曾經一個 長老級的人 按手過在我們身上 而insist 給過這些gift 我們呢 微笑的人就知道 蛤?你們避不了 Pastor Henry 這就是你要恩勤去做 中文 中文 英文是什麼? be diligent in this matters be diligent in this matters be diligent in this matters 繼續吧 give yourself holy to them so that everyone may see your progress everyone may see your progress 欸? 所有的掌進呢 不是你怎樣變成一個更加好的人 掌進 掌進 什麼事? 是不是人名字? 哈哈哈哈 每個人會見到你生命裏面的progress 和你insist出來的時工裏面的progress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 和自己的教訓 要在自己的事上恨心 因為這樣恨 又能夠自己 又能夠平你的眼 怎樣? 首先 英文 Watch your life and doctrine closely be served sorry be served in them because if you do you will save both yourself and your hearers 所以呢 這裡就是說 你自己 Watch yourself and the doctrine 就是說 你要不斷地去檢測自己的良言 看清楚你所 preach的 gospel 和你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兩個都是make sense的 是合理的 在你事上恨心 因為這樣去做話 你自己會放回 在你自己所 preach的 doctrine 我見這些所謂的 其實 報應不爽 經常都是這樣 屢見不爽 隨便 如果 preachers preach的時候 是不關耶穌基督福音的事的話 其實上帝不會理會 很多時候都不理會他的 無論他講到東 走到西也好 他們是不會理會他的 因為沒有碰到他的兒子的福音 也就是沒有 preach 但是那些 preach了耶穌基督福音的一本半的人 他們所 preach的一件事 其實他們通常會自己拿回來 這個就是他的 道理和他的生活 要看在一起 如果你 preach了一個 salvation的道理的時候 你一定會包在 salvation裡面 如果你 preach一個 要每一個人都是捐錢的道理裡面 又碰到耶穌基督福音 這一下就糟糕了 他就會因為 別人給他那些錢的缘故 掉到自己製造出來的 temptation 到最後呢 他是不是一個大奸大我 我覺得他不是 他不是拿錢自己用的 他把錢奉獻 為愛的緣故奉獻給太太 但是他 preach的道理 正正是叫每一個人 為愛的緣故 把錢奉獻出來給教會 什麼叫教會 教會就是他所念 他所信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家的 concept 所以教會的人 變賣了一切的時候 因為這個道理的時候 他將自己的生計 變賣給了這個家 然後他就因為 他擁有這些錢的時候 變賣給了他的家 就是他太太 所以就糟糕了 他 preach 的道理 是讓自己 墊回到道理裡面 在韓國歌一樣 他 preach 什麼 去到某個時候 自己中了什麼 還有那個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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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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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所以 你再看一下 Pastor Prince Joseph Prince 他 preach的 Grace 是 by all means 上帝的 outflow 在香港 令整個church 的 input output 都是從上帝而下去 而是 出售外面的世界 甚至可能 流行給church 但是大陸奔也出售外面 而他自己 也都是 不需要再向教育那裏 draw salary 直接是從他講那些講道帶啊 那些書和他出他外面的 campaign 裡面 上帝直接倒水出來 令他現在根本不是從教育那裏 draw 出來 他所 preach 的 doctrine 本身 就變成他整個人身寫照 也都變成他整個教育的寫照 所以墊得到 Jesus Christ 的 gospel 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究竟我們 under 哪一個 gospel 如果我們 gospel is fully acceptance 的話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fully acceptance 所以這個位置始終是說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 因為這樣又能夠自己又能夠聽你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會多些 preach 關於 wholeness 上帝的 protections 啊 靚啊 那些不適合你洗的 有續生了嗎 不好意思啊 第五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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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因為作為握下作暴人呢 他講解釋 還在 握下作暴人 就是說推那個card 這個握就是兩個 兩隻手 第六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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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第六章啊 不可言責老練人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那裡給提摩泰的 親密書信呢 不是公開信 是真的難為了提摩泰的 你就要他講 但是又叫他不可以 harshly 又是小鮮肉 又行的去腦屎分裏面 又是要他這樣崩他們的 但是他這裏又叫你不要 harshly 那他不會 feel 他們 那你想我怎樣啊 不可言責老練人 要勸他如同父親 就是說 你又不可以言為責他 但是你又不可以放過勸他 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勸老練婦女 是媽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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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總要清清潔潔潔 清潔潔有問題 Absolute purity Absolute purity 就是你真的勸他 你真的勸他 對不對 你不要戴著受行的眼光去勸他 那種意思 總要清潔潔 要尊敬那些真為寡婦的 要小心點啦 有這些特別的case Widows 若寡婦有兒女 或有孫子孫女 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 戴著行孝 戴著行孝 奉達親恩 嘩 這是什麼呢 英文啊 麻煩 Widow 第三節 寡婦 寡婦 這裏寡婦 那裏寡婦 那裏寡婦 寡婦 那裏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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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寡婦 誰是父母先 還是禁婦 這裏寡婦 這個概念是禁 ie 有聖可能 這裏寡婦 御會,上帝 他不是在珍惜一個宗教 耶稣基督不会珍惜基督教这三个字 他是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命 gospel 可不可以practical一点呢? 他会不会更加体恤别人 但是反过来,我们不可以被人滥用 这些体恤变成一些协谱的事 所以到寡妇的时候,我们更加体贴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是仰赖神 就夜不住地,祈求祷告的 但那好言乐的寡妇症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他的concept就是这样 就算同一个situation,大家都是很惨 可能有些人是用惨来进行他的生命的活着 但是有些人是用惨的理由去做一些很奇怪的时候 其实他们本身都是死的,你都不需要太介意 神要祝福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 但是你要提醒他,提醒他其实是看着的 叫他们awake,awake自己究竟是否一个活着的 人亦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度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略的人更是如此 这些是被什么人 被整天用宗教的名义 去不理会自己家里的那些需要的缘故 我不是说... 这件事... 家家有本《南云的经》 《南云的经》 《南云的经》第一本就是《圣经》 家家有本《南云的经》 《圣经》 圣经是看不明白的 我觉得很奇怪 但是这里讲的东西是很微调 很仔细 我们就要看的时候要很小心 不要当它规矩看下去 你要记得他为什么这么说 第二 记住 这个不是保罗写给教会的公开信 是写给提摩泰 很亲的一个信 要他再看得小心一点 这个概念就是 把副刚才你已经看到两种了 一种就是 在悲哀里面活着的人 一种就是只顾现乐 根本本身活着就是死人 你要看得明白 他并没有教他 我们应该怎么对他 我叫我们善待他 但是他跟着又告诉你 你是要进去里面 告诉他究竟是什么事 第二件事就是告诉你 有很多人 会借着宗教的名字 去放下自己的家人 但是第二件事 在同一个方面里面 也有另一个idea 就是这个家人太可怕了 那些人自然会 以宗教的名字 去逃离这个家人 两个situation都只是一样 就是说 有了宗教或者有了福音的缘故 你就放下了家人 但是一个 是你的家人 其实是很make sense 但是你自己不负责任 就用福音的理由 就放下自己的家 这个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 你小心一点 这些人的时候 提醒他有这些人 但是另外一种 你记住 是他家里太恐怖的时候 唯独基督才给他 有一些生命的帕望 所以他才跑到这边的时候 问题不在那个人 是这个家里的 同一个situation都要有 几种不同的微调的心态 上帝都会对这些人 有不同的idea 我们这些 就是提摩太太 要去教导这些人的时候 都会给他不同的message 而看下去 他就说 如果那些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人若不看顾亲属 就是违背了 真道就是什么 faith 是违背了你的信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就是说 你没有faith的 没有Christ Jesus 没有gospel的人 更坏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是为了赦博而逃避 更是如此 寡妇记在贼子上 必须年纪到六十岁 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这个就是可以qualify 寡妇的精致败光 如有行善的名色 就如有育儿女 哲学院人 洗性徒狗脚 救济难的人 结尼行国 又是善事的 这么努力 这么厉害的寡妇 是一个超级精致败光 至于年轻的寡妇 就可以辞了他 什么辞了他 do not push do not put them on such a list 就是不要放他 不要硬迫他上精致败光 不要放他上神台 未够六十岁 他都觉得你可能 很想他再有一次的恋爱 还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要放他上精致败光 因为放了上去的话 第一个人可能很害怕 他太holy 第二个人可能就是 他自己也会有这些名气上的压迫 令到他会考虑一些不实际的东西 所以呢 这本提摩泰传书 真是很借 因为他不是真的 说给整个教会人的规矩 是教提摩泰他怎么看东西 而你看到很多这些 很juicy的位置里面 就是说 他不用在男女的感情 特别在年轻的日子里面 他说 不要加上宗教 在他的爱情混合到 他完全不像什么样子 诶 他精致排风 就是说 你不需要你都不要 他就是说 这些年轻的寡妇 就放在一边先 由他 因为他们的情欲法动 就是他可能有机会 喜欢上人家 違背基督的时候 就想嫁人了 他们被定罪 就是因为废了 起初所许的缘 那 那就把宗教物 放在里面 他们又习惯懒当 挨家 囊游 不暂时 偷懒 又说长度 暖好 闲时 说些不当的寡妇 所以我愿意 年轻的寡妇 嫁人 生而欲女 自你家无不及的人 第二就是说 那些年轻的寡妇 当你没有了个头家的时候 你得慌正业 人们不会出去做事 你就在这个家里 讲讲 那个家里讲讲 就把这里的事非 买给第二 不断拿中援 哈哈 最惨他就会做很多 很多 mongering 的东西 我在A那里 拿是非 买给B的家人 B的家人 买给C的家人 不要被敌人欲骂的 打扔 因为已经有转去 随同撒旦的 已经有这样的事情 信主的妇女 家中有寡妇 自己就当救济他人 不可 累着教会 好使教会能救济他 即是真正没有依靠的寡妇 对不对 不要自己不帮忙 你去扔给教会 让他养他 拿完教会的资源 你自己 既然是从你的Source Code 签起来 你就先帮他 好帅 留下教会的资源 给那些没有人 真正有需要 没有referral 没有人可以帮到手 那些真正的 才帮他去帮他 所以都是和提摩泰说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奖务 较到奖务了 当以为配受家会的警奉 那劳苦全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因为经常说 牛在长信 转谷的时候 不可拢着他的嘴 即是说 其实他们在耕田的时候 你是可以给他 不断吃地上的谷祖的 你没有一边吃一边耕 给他一些 不要绑住他的嘴 通告 又说 工人得公价 是应当低 通告长子的情子 非有两三个见证 就不如收 即是说 如果谁在这里 通告我们的奖务 奖务不是我们的奖务 不是奖务 我们的奖务 是老字 有个老字 他这里所谓的奖务 意思是elder elder 就是那些pioneer 通常都是pioneer of the church 就是说 你三岁到八十岁都好 总是来建立的 你是奥斯夫中的头 以年之来计算的话 pioneer 就叫做 应该被尊重那一班 诶 还有全包音那一班 他就说 嗯 你不要偏待他们 他说 如果有人控告他们是非 没有三两个 他同时发觉这一样不妥的话 你也不要来 不要 收 不必要查 你收也不要收 是entertain entertain 不要entertain 你也不要理他 不是收 如果你entertain 你连听也不要被听 是啊 诶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 扎鼻他 不要躲在一边 要其他人也可以懼怕 所以这次呢 我们平时的教会手法 一定要拉他进房里面 什么什么什么 在那里聊聊 不是啊 他说什么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 扎鼻他 因为这些应该公开奉他 我们为什么不打算公开奉他 啊 怕会害到别人 啊 那为什么你怕会害到别人 怕别人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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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凤建 是浅子 但是我们有很多好理由 就是又怕会害到别人 这些事情 心里面哪一句 说这么多话 你这么怕 怎么会害到别人 你责鼻本身就是要害到别人 哈哈 你要害到别人 就怕别人害到别人 你就不要责鼻他 做事怎么这么鬼祟 腰咬就直至他去吶 开他去吶 那些人 哇 好怕啊 撑他就不信了 那你就走咯 应该都是这样的 我 在神和基督耶稣 并蒙简算的天使面前祝福你 要遵守这些话 所以其实他 保罗说这句开大了 提摩泰 我知道你很辛苦你 但是不好意思 我要说完这句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 并蒙简算天使面前祝福你 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传承见 行事也不可又骗受 哇 不好意思 但是真的是这样了 你硬吃 你一定要 行 吸人行 按手的例 不可急促 按手的 不可以按了就算了 不如作别人的罪上面有份 要保守自己的清潔 因你胃口不清 屡次患病 再不要尝 照尝喝水 可以稍微喝酒 提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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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泰不好 吃东西吃得不好 口胃不清 提摩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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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道全是这样的 但是你真的 可能他那时候真的很好 也很久 有些人 这些人的罪是明显的 而同先到审判案前的 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 这样善恨也有明显的 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OK 概念就是说 无论你是罪 或者善也好 有些人是摆明第一个 但有些人是事后跟过去的 有两组人 善恨也自早都会被人看出来 OK 好了 到最后一章 很大 六章 六章完完呢 我们完完 提摩泰 提摩泰 樊藏间下作薄人的 就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明和道理被人亏了 必打不过来 在那里面 多人会把我们来建议的 最后一章都会认为 他们这些老师 是很自我 和我们的教育 才能够审认为 所以我们在所谓审认为 圣经的圣经 应该是圣经 的圣经 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灵狼去帮助人的 做仆人的心里永远都要有主人 当然自己主人背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施做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 Those who have believing masters should not show them disrespect just because they are fellow believers Instead, they should serve them even better because their masters are dear to them as fellow believers and are devoted to the welfare of their slaves 解釋給你聽聽 即是說什麼? 那些有 主人是 不要 disrespect 那些是信 信 那些英文是 英文是讀得這麼 Those who have believing masters should not show them disrespect just because they are fellow believers 整句話都是這麼像用的 OK All those who are under the yoke of slavery should consider 第二字 Those who have believing masters 那些 應該是那些slaves 有 believing master 的 應該要尊重他們 OK 明白 因為他們 當時有些仆人 如果他的主人是信徒的話 就不可以看低他們 因為你自己本身都是信徒 你不可以因為你自己都是信徒的時候 你就不再理會你那些信耶穌的老闆 就是 當他是 no body 失去了他對主人的 respect OK 比如說你一個工人 那個工人信耶穌的時候呢 保羅就叫提摩太跟他們說 你那些工人 不可以不看你的老闆 只是一個老闆 簡單點 打狗要看主人面 就算你是信耶穌 你的主人也是信耶穌 他都還是你的主人 你會說成這樣 要 respect 他們 instead they 調轉 they should serve them even better 調轉 他應該對他更加好 because their master are dear to them as fellow believers are devoted to the welfare 就是因為 其實你現在 因為大家都在信徒的時候 你應該親上加親 所以應該對他更加好 OK of the slave 為什麼 因為當你是覺得親上加親 他更加尊重的時候呢 其實反正你的主人本身呢 亦都會覺得 你現在都是信徒 所以大家都在兄弟指望的時候呢 他都會對你這個 slave 來得更加好 他對你更加好 你應該對他更加好 OK 所以叫我 respect 他們 these are the things you are to teach and insist on 你一定要這樣去 教導 和經常去堅持 if anyone teaches otherwise does not agree to the sound instructions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to Godly teaching they are conceived and understand nothing 他說 如果 這些東西我教你呢 是你堅持的東西 如果有任何一個人 教你其他的東西 而跟我剛才教你的 instructions 是不同的話呢 即是 好像剛才見你 叫你 有些人可能是用 基督教的語言 去跟那些工人說 跟那些仆人說 你現在和你的主人 只不過是兄弟子媒 大家都和一個上帝 和一個天父子 按高那麼大 大家都按高那麼大 說他很寂寞 很緊張 他連包 他可以固定在這裡 半個小時就可以了 有些人教你 一些奇怪的歌曲 告訴你 不再需要去理會 你的主人 你的主人 只不過是你的弟兄 不再需要這樣去尊敬他 應該可以拍他的肩膀 就是他教導了一些 不同的道理 不同的道理 所以他就說 這班人 是有什麼問題 教不同的道理 這班人有什麼問題 他說 其實他們聽了福音 只不過是 不能夠明白福音 只不過是聽 consistent and understand nothing 就是說 如果他有些奇怪的 conclusion出來的話 那些人其實根本 就不明白整個福音 對福音上面 有些不健康的興趣 什麼意思是不健康的興趣呢 因為他只希望一些 喜歡喜歡一些controversy 就是他喜歡一些標其立異的東西 是其所非非其所是的東西 這些人 只不過是為了一些標其立異的東西 經常有些可以用言語來爭辯 而他Colo的目的 就是希望有些anry 有些鬥爭 有些奇怪的東西 有些邪惡的說話 和有些不同的摩擦 就是有financial game 是啊 到最後的目的 the order means the order means 哈哈哈哈 而他不只是說financial game 他是這麼說的 conclusion between people or corrupted mind 其實他很喜歡 在一些 corrupted mind的人 他經常有摩擦 這些 corrupted mind 什麼叫 corrupted mind 普通話 就說那些人 心裏面是沒有了真理 這個真理本身 是用英文而說的 他心裏沒有真實的 到最後呢 and who think 這句就說 不是他們要financial game who think that godliness is a means to financial game 這些人到最後呢 就是告訴你 你要這麼神聖的目的 都只不過是為了 金錢上面的得著 那concept 就是當時的事情 事實上是什麼呢 就是說 你這些人在腦裡 覺得 屬上帝的東西 這些東西 只不過是愛來 for some purpose only 有很多個學說 都說這些福音 只不過是為了 一些 purpose only OK 在當時的情境裡面 當然是由太太 最簡單就是 financial game OK 那我們今時今日呢 也有很多個學說 就是說 福音都是為了 導人向善 back to society 我們相信 一個宗教都是為了 社會安寧 都是這樣的 concept 然後有些 political的人 就相信 你要godliness 那麼godliness 做什麼呢 都是為了 社會穩定 能夠control people mind control 諸多個理由就是 這些人 是不能夠明白 上帝的 gospel 他們為的 只是為了 標旗立意 和一大堆 目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以為 福音是for some purpose only 第六節 但是 but godliness with containment is great gain 你說financial gain 其實 你是 這些人是 因為這樣 不能夠明白 但其實福音本身呢 是有 all rounded 的東西 何止financial gain 但是 如果那些人是 這麼想 他永世都不用知道 有任何的 containment containment 是什麼 不好意思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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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 內容 godliness with containment containment 中文為什麼 解釋呢 containment就是 很實在 有料到 知足的心 知足的心 知足可以吃的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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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滿足 containment 即是 知足的 godliness with content containment containment is great gain 整句下去就很奇怪 是幾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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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 8 6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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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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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有內容性的 是一種Great and Abundant 精神 因為你其實我覺得 達到了那個 Containment 的 Godliness 的話 你知道你所 你所踢的球 我不知道你是否在足球小章時代 你知道上帝就好像泰雷在你身邊 你就是 大刺蕙在踢那個球 大刺蕙 所以這個泰雷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隱形的上帝你看不到他 但是你就會跟他一個球散去那邊 就 expect 那個球飛回來這邊的時候就可以 可以到過今晚的日王 很有信心他會給你 已經是一種落實性 和上帝已經生活化了 所以不是那些懶 懶上帝型格的 是一種以利沙的性格 很酷 上帝當然是在身邊的 你看不到我 上帝開他眼睛給他看周圍的天使 但已經 expect 到天使在這裏 上帝是以利沙開他部人的顏色 他部人怕到震了 他很淡定 他知道上帝是和他一起看一場 在這裡 看到了 我去到哪了 第七 那就是我們經常說的內容 帶不來 帶不走 什麼都帶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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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什麼都帶不走 什麼都帶不走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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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亡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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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历了这个福音会知道上帝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多么实在地在我们生活经历的时候 但是在其他人参与在里面的时候 他们如果不知道福音的实在的时候 他们不能够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 你们眼看的是什么 眼看就是很多不配得又好像很神奇地出现的好处 和恩典 那些这样的恩典 我们有contentment的恩典 和那些不太明白 恩典的gospel的人看恩典的时候 其实眼所见的是同一样的richness 所以就令到一些人本身有贪念的人 就以为在这里面 可以运用这些福音的位置 拿到着数 因为看到着数 everywhere 例如我们每个都经历到 都算是丰富澎湃的恩典 每人在一个area 可能我就会捐些什么出来 你就会捐些什么出来 他就会给些什么出来 大家宣传来吃 外面的人就会说 哇 餐餐也有酒喝 餐餐也有朱古力吃 餐餐 哇 怎么会这样的 接着他们会慢慢 不能够理解这个gospel的时候 就以为这些东西就是 所谓要act like godliness的时候 你得到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他说是for money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没有碰到上帝就说 碰上帝就有后果 所以到最后 你一切都是得不到 因为the love of money is rich over evil 反过来 这里就写得很清楚 如果福音是贫穷 如果福音本身 这个gospel本身 是讲清 那些什么 清 清教 清 清教 清教徒 或者是那些清贫的 的福音 布衣式的福音 那其实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不会的 个个都是说 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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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是上帝 genery 出来的 真是full of richness 才会有这些东西 产生 所以 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很多 point 出来 这些人的心里面 是为什么 这些人心里面 是为上帝 你不要只说这句话 不是为上帝 这些东西 不是个问题 他不是为上帝 而为了其他东西 所以他说 不是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是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但是为什么他会说 有 enough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在这个 content 里面 就是因为在 那个 grace 的 blessing里面 仿置就有很多 money OK 如果 有一个每年都会封一封 利是给你那个 是有钱人 我以前小时候 有一个伯伯的 每年都很喜欢封 五百至一千块 利是 那时候他说 他是最大的封 很开心 现在都很大 是啊 他真是有钱人 真是有钱人 吃东西又挑战 每年都很奇怪 他有一封利是 是长大了才知道 原来他利是 背后给我 那种疼我的感情 是我很值得珍惜的 所以其实 钱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the love of 钱 就会对这个真理背后 有个落差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这个说话 是不是就是和基督徒说 不是 和一切爱钱的人说 甚至 和一切很贪钱的人 和你说一句说话 OK 你要和他们说 这个福音 圣经里面说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他一定过来丙利 OK 啊 我是很贪钱 贪钱有什么不对啊 这样 哦 你不要介意 不是说你不对 我要解释evil 这个字 evil 这个字就是穷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说 听清楚 圣经里面的意思 OK 他说 有 你说贪钱有什么不对 我就说 那你先和我说 有钱 是善还是恶 先 根据你的概念 你觉得贪钱 你觉得贪钱没什么不对 理由就是说 你觉得钱是 是 有用的东西 是好东西 对不对 那没有钱是不是不好啊 如果 有钱是好 那没有钱就是不好 对不对 有钱好过没有钱 就是 没有钱就差过有钱 所以有钱是好 那没有钱就是不好 所以没有钱不好的时候 如果有钱是好 那没有钱就是 evil 所以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就是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就是说 这个是真真正的 他在说的东西 OK 因为他本身说 上帝的blessing 是给你的时候 你是有 richness content content contention conte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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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godly 又content 又足够 对不对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有love of money 的时候呢 it's the root of all evil 就是说 it's the root of all poverty 这个就是智慧 告诉你 你一个人 越是 有 在金钱上面 爱的话 你就会越窮 所以我说 我跟你一样 你贪钱 你都是想有钱而已 但圣经告诉你 你贪钱 原来就是 穷困的源头 你干嘛 还贪钱呢 所以到最后就是说 一个人贪钱 究竟为什么会是 root of all property 能不能想到 为什么人贪钱 the love of money the love of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property 是穷困的根 是穷困的根 贪钱 原来是穷困的根 贪钱的贪 原来是穷困的根 你觉得make不make sense 如果这么说 是很make sense的 你问每一个有钱人 他为什么这么有钱 理由就是 他不是真的贪钱 但是他贪那些不是钱 他贪那些是business opportunity cash flow 他不是贪他那一块有多大 他贪过flow 贪他人和人中的关系 怎样做生意的思维 贪心于智慧 他把口就说贪钱 但是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一点都不是贪那些 看你贪什么 有时候这个世界 整个economics 的问题 是你越贪钱 你越拿着那块钱 你其实就愿意识 你识了那块钱 是啊 因为会不会demonish 了下去 是啊 所以其实呢 为什么这个才是真理呢 其实都不是什么大智慧 是一些很common sense的 common的common sense 就是common sense 就是common少少的东西 你 其实 钱是不存在的 以前的贝壳 就代表一块肉 贝壳就代表一块菜 肉和菜交换的时候 可以交换贝壳 交换贝壳 就是这些金钱的东西 是中间一个bubble 金钱是代表一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这些东西的话 你可以换钱的 但是如果只是说钱的时候呢 你看看机制有没有东西 所以因此钱本身呢 是失去了它的意义 所以如果你有技术 你有knowledge的话呢 你可以转回那道钱 OK 这些实质的东西呢 才是真真正正的 这些实质的东西才是真真正正的 滚到钱的源头 而滚到钱的源头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银行户口有100万 你就知道这100万是什么 这100万如果都是thank you的话呢 其实你就知道你的account 会不断的膨胀 就是人家thank you thank you你 thank you你的时候呢 thank you你 thank you you 的时候呢 就会给你钱去thank you你的话呢 给你钱去feng你的话呢 硬一点 那你银行存下的钱 就是一路是thank you 来的 只不过是变成cash 这些才是你的钱的实体 对不对 但如果别人给你 你银行的钱 也是说 怕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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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你是在变卖 一些关系 存了这笔钱 这笔钱是一笔钱 我怕了你 而得关你的钱 那你自己会看到 这笔钱背后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知道你自己的银行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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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低 就是将会越来越少 那个concept 是自然的看得到的 所以看 钱的时候 look beyond the money look into the message of money ok 我以前 在我新加坡 我第一个 因为那时候 中学了那天天王 好开心的 我银行那块钱 全部都是thank you 和我教得好 我教得好 所以我绝对对我的account 是充满了信心 和盼望 哈哈 当时 我在新加坡 那时候 中 预科 你进大学之前 要买一辆车 在新加坡买了一辆车 虽然是二手的 不过已经吓死 当时身边那些朋友 但是他那些钱 又回来 怕 不是啊 ok的 全部都是thank you 你所以生意都是 继续的 love of money 到最后他就说 some people eager for money have rendered from faith and peaced themselves with many people ok 好了 没有了 就有九节 好了 后面都没有 final charge of Timothy 都是那些劝的东西 是啊 but you men of God flee from all these 大哥 提摩太 麻烦你从这些东西全部 这些江湖东西 逃利他们 leave from all this and pursue righteousness godliness faith love endurance and gentleness you look beyond all this fight a good fight of faith 你不要管其他东西 fight fight faith matters 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were called and you make your good confession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witnesses 你 你从 你的永生 他这里都已经说了 你的永生 其实在早就已经开治了 你已经可以 kickstart with 你一个永恒的生命 不要停留在那些东西上面 ok in the sight of God who gives life to everything and of Christ Jesus who while testifying and before Altius Pilate made the God good confession made the good confession i charge you i charge you to keep this command without support or blame until the appearanc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ich God will bring about in his own time God be blessed and only ruler the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aws who alone is immortal and who lives in unapproachable light who no one has seen or can see to he be honored and might forever Amen 就是告诉你 你已经start了 你的永生 你take Jesus Christ 他本身都是这样 all the way give him a life 十字架都不怕 他都会复活 一切的事情 就继续 不要在体系上的事情 继续去做你的事情 command those who are rich in this presence in this presence will not to be arrogant not to put their hope in wealth which is so uncertain but to put their hope in God which richly provide us with everything for our enjoyment 所以他提醒那些人 就提醒你这群上帝 祝福你们的有钱人 不要将你自己的盼望 放在你的财富里面 没办法 上帝 God is always a rich and wealthy God he can't help but bless you 但是不要因为 他blessed你的财富 和一切的事情 你变得 arrogant 而相信这些财富 失去了这个 是blessed你本身的上帝 为什么他提醒你 the wealth which is so uncertain 你的 wealth 其实本身是很不稳定的 但是上帝可以 constantly provide 给你的财富 所以你的财富 所以你的财富 可以继续给你 而给你的目的 就是一件事 for你的enjoyment 不要走去做一些很偽善的事情 enjoy你的事情 但不要变得 arrogant 这个真正活着一个很rich 你是不需要变成土豪去耍命 command them to do good and to be rich in good deeds and to be generous and willing to share 他不是和全部人说 是说这些财富的人 昨晚那些财富的人 去做好的事 去be rich 是truly rich reach in good deeds also and to be rich in good deeds also 和很有动力地去分享 in this way they will lay up treasures for themselves as a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coming age so that they may take hold of the life that is truly life 在他们的人身上里面 看到上帝的生命 是真的可以完全地彰映到生命 他说你把这些一起share出去 天上位的财富 但是你本身 已经是一个truly rich的人 因为rich的人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我们幻想的 rich 但是我们身边很穷 刚才那些很欠钱 但是又没有钱的人 越欠就越没有钱的人 他们有时候可能神起上来 赚了少钱 就好像假装很有钱 第二种就是很有钱 但是很晒命有钱的人 或者是很stangy的人 他都是那些要扮演的 他不是 他在account里面很rich 但他不是真是一个truly rich 第三种就是rich到 你好像一路洗都一路有 都是没什么所谓 很eager to share 很开心地share 他也是真是很有实力的人 他就说这些人里面 你看到上帝的life 上帝的blessing 那些truly truly rich 是很厉害的 take hold of the life that is truly life 他们不是死人 即不是有钱 保持住住 好像一个活死人 Timothy Godward has been entrusted to your care turned away from godless tractors and that oppose idea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 小心点 你一定要reject那些so-called智识 那些智识本身是假的智识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 which some have professed 有些人是扮出来的 and in so doing have depart from the faith 他扮得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跟那个信 是背道而似的了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是说话 grace be with you all 过来就写了整本是摩台前书 又变得太摩台 那本书真的很正 对不起